台灣人遭誘騙販運至柬埔寨事件 頻傳 據統計受騙人數恐超過兩千人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表示 中共為台軍演 促使拜登政府 重新考量對中共的懲罰性關稅 中共升高台海緊張 總統蔡英文續緬空軍不分昼夜 守護領空 而每日共計10架 F-15戰機也在9日共同演訓 針對中共犯台白皮書 台灣外交部抨擊中共違反國際法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請鎖定 新唐人亞太晚間八點新聞